这杯好时光美食吃光光 Hello大家好我是Jacky 那今天要来到的是台中的峰园 那峰园大家想必最清楚的就是 妙东啦 不过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家 它不在妙东里面 它是在我们的 峰园慈济宫的堆位 就是妙东的斜堆面 是晚上才会出现的摊车 而且你看 10点的时候 老板才将摊车慢慢的推出来 那网络上评价非常的好吃 还是有豆浆为基礼 目前二级警戒有开放 但是 我们店家还是秉持着用外带方式 所以要切记记得哦 那我们现在就来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哦 它豆浆 蛮浓醇的 豆花 这是超Q的 它是 透光 嗯 含在嘴里面之后它是直接化开 豆浆加豆花 超营养 那这家店呢它有红豆汤绿豆汤跟花生汤 那我们点的是绿豆 它绿豆的话其实煮的是蛮透的 可完全是绿豆的 可完全是崩开 然后里面是蛮润的 不然有些绿豆可能煮的没有很厚的话 会阴阴的 而且啊它的甜度刚刚好适中 豆浆加下去 不会觉得说太甜 难怪啊 晚上 晚上 还没10点就开始排队 蛮不错的 清清凉凉 他们就是除了卖绿豆 红豆汤 也可以另外再加豆花 好 但是不见了每天都会营业 那我问老板说只有 礼拜三礼拜四 这可能会 特别选时间来做休息 所以要来到 庙东前面品尝 建议还是假日会比较好 那平日的话可能会 需要运气才可能 碰到他们到底有没有营业 只有营业晚上的 摊车甜点分享给大家啰 记得帮我的 Facebook 以及YouTube 按赞留言 加分享 社会好书 我们下周见 拜拜